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读经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在创世纪22章1到10节 创世纪22章1到10节 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读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方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 也辟好了 方祭的财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 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 第3日 亚伯拉罕 举目 远远的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 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 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 把 放弃的财 放在他儿子 以撒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 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与财都有了 他放弃的羊羔 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 做放弃的羊羔 于是 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住坛 把财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 坛的财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圣经就读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请牧师来 分享 献以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 今天早晨 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奉耶稣的名 主啊 求你 让我们 的心眼被打开 以至于我们看到 你在亚伯拉罕 信以撒 这件事情上 你的心意是什么 也让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他的心路历程 他是怎么样的挣扎 怎么样的顺服 怎么样的无缘无悔 献上他的罪爱 神啊今天早晨 求你特别高默你自己的孩子 高默这一坛的信息 高默这一场的聚会 奉 从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尝试 上帝决定考验 这一坛的财就起身 一同前行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一开始 一章 一节 这些事以后 上帝决定考验 亚伯拉罕 那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信以撒 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些事以后 到底是哪些事以后 如果我们看回上帝 如果我们看回上文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发生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 以撒的畜生跟命名 然后 因着撒拉不满 下家这是侍女跟他的儿子 以死马利就被驱赶出去 那么接着还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 有三件利约的事情 所以圣经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神才试验亚伯拉罕 这个话很有意思 好像说没有经过这些事情 神就不能试验他 神不在以前试验他 而是在现在试验他 因为现在 就是亚伯拉罕的灵性 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 是可以接受兼具考验的时刻 就像耶稣 四十天在旷野 接受猛鬼的试探 是在他受洗后 被圣灵充满 最巅峰状态的时候 接着我们再看经文 第二段读白 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信以撒 一到二节 上帝便唤他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 我在这里 你知道这一场的考验 是属于上帝的一声呼唤 亚伯拉罕 所以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回应 我在这里 命运就已经定了 他注定要经历一场 痛心 刻骨铭心的经历 上帝叫亚伯拉罕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击 上帝说话 从来都不废话 短短的一句话 人 死 地 事 屋 五件事情 讲得一清二楚 人 你所爱的独子 以撒 什么时间 即刻 什么地方 摩利亚地 干什么事 把他献上来 为什么 什么东西 性为什么 凡击 五样是 人时 第四物 一句话里面 交代清楚 值得留意的是 以撒玛利已经被赶走 亚伯拉罕这个时候 只剩下 以撒 这个独子而已 所以上帝特别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不是以撒玛利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你看这个是圣经当中 三重的 渐进式的描述 一个比一个更亲密 一开始说 你的儿子 过后就有 独生的儿子 过后再来 所爱的以撒 这个叫渐进式的描述 上帝的考验 对这个老人家 是非常残酷 因为这个考验 摸着他内心当中 的最爱 他的儿子 他的独子 他的爱子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你会怎么做 这是一个 惨酷的试验 摸着他内心 深处最深的那一块 抓住亚伯拉罕 他的最爱 也抓住他最舍不得 放下的东西 你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以撒 是亚伯拉罕 在苦苦等待 二十五年 终于在一百岁的时候 从他的妻子 撒拉 得到的儿子 从一开始 上帝呼召 亚伯拉罕出无儿 他七十岁 第二次上帝呼召 他七十五岁 上帝就告诉他 要赐给他一个后裔 帝要赐给他一个后裔 创世纪十二章七节 那个时候 六十五岁的撒来 七十五岁的亚伯拉罕 没有儿子 没有孩子 等到应许之子 以撒诞生 那是二十五年后的事 因为亚伯拉罕 这个时候已经一百岁 所以圣经在 创世纪二十一章八节 告诉我们 他非常高兴 老年得子 怎能不爱 这是他心里面最爱的 上帝要考验的 是亚伯拉罕的那一方面 三方面 第一 忠诚度 第二 顺服度 第三 爱神度 上帝这个考验 是要拿走 代替亚伯拉罕心中的人事物 他的最爱 他最无法舍弃的 他的爱子 他的独子 少了一份忠诚 少了一点的顺服 少了一点的爱神 你都没办法献上 亚伯拉罕给儿子以撒 取名叫什么呢 取名叫 喜笑 希伯拉罕原文叫喜笑 因为等了二十五年 终于生了出来 在他老年一百岁 还能生子 撒来 或者撒拉 已经断了生育的功能 但是还能够再生育 那是奇迹 这是奇迹之子 他只能不笑 所以他给孩子取名叫喜笑 这个孩子从一出生 带给亚伯拉罕的 就是慌乐 就是喜笑 就是安慰 但是现在他笑不出 他笑不出 因为上帝要他把以撒 姓为凡击 到哪里 摩利亚伯拉罕 所指示的伤 把他献为凡击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 在所有的祭物当中 献祭当中 凡击 就是要把 祭物 洗得干干净净 放在祭坛上 然后烧得 一点也不可留下 上帝的命令 是要亚伯拉罕活活地 烧死自己的儿子 上帝是要以撒的命 因为以撒已经成为 亚伯拉罕的命根子 上帝要把他的命根子 从他心里面给拔走 弟兄姐妹 可能你认为 反正 以撒没死吗 那是看光 那是听众 观众 后面我们知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你怎么知道 你根本不懂 所以上帝要 他把儿子献祭 亚伯拉罕不是信心之父吗 到底是信心之父 还是迷信之父 因为这个献活人祭 是迷信的迦南人的恶习 迦南人会把孩子 献为摩洛 焚烧在摩洛神面前 耶和华神 不是在立位纪十八章二十一节 吩咐说 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 归给摩洛吗 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立位纪 那是后来才下的命令 但是在律法之前 亚伯拉罕没的参考 没有律法的限制 所以现在 亚伯拉罕面对的 是要不要把孩子 献为反净 原来信心跟迷信 一线之差 你懂吗 基督徒的哲学家 齐克果 他说 信仰就是违背理性 接受荒谬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原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违背理性 是接受人看为荒谬的事 请问 玛利亚 未婚先孕 谁是经手人 圣灵 圣灵感孕 理性能通过吗 不能 不能 对不对 耶稣 五个饼 两条鱼 未保五千个男人 行在水面上 叫死人从死里复活 这些理性可以通过吗 不能 信仰 就是违背理性 接受荒谬 亚伯拉网 是一个大荒谬 谋杀 既然是神圣的行为 神要以最残忍的 当时迦南人流行的 杀而献祭 来考验 亚伯拉网对他的忠诚 对他的顺服 对他的爱 而且 更残忍的是 神要这个父亲亲自下手 忠诚度 顺服度 爱神度 这三者 缺一不可 亚伯拉网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 这是一场考验 要以撒的命 亚伯拉网知道吗 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是一场考验 他只知道这是个命令 绝对要宣仇 接着 经文 第三节叙述 他们预备起行 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网清朝起来 背上了驴 带着两个仆人 跟他的儿子以撒 也辟好了房积的财 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 他的地方去了 圣经说 清早起来 他一大清早就起身 昨夜神才敢讲话 你说昨夜他睡得着吗 清早起来 你可以想象这个老人家一整夜 辗转难眠 可能他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经过如此难熬的夜晚 因为神的命令是 不可停留 即刻 自己的亲生儿子 即将要死在自己手上 你说这个老年父亲 一想到这事不是带来 真正撕裂的 撕心裂肺的痛吗 你说他有没有拒绝过 上帝的要求 你说他有没有拒绝过 我觉得他想过 他一定想过 他一定挣扎过 他一定痛苦过 搞不好一整晚都睡不着 但是他选择顺服 你知道他顺服要付什么代价 圣经说他做了五件事 五个动作 第一 清早起来 第二 背上驴子 第三 带着 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 辟好 烦记的财 就起身 往所指示的地方去 五个连续动作 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鱿鱼 神吩咐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立刻捐从 他为什么不跟神 讨价还价呢 你不要忘记 他是杀价的高手 之前他的职儿罗德 不是在 所多玛 俄摩拉 这个罪恶之城 他不是跟神 讨价还价 六个回合 从五十个艺人 减到十个艺人 但是为什么 现在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一生都不吭呢 原来信仰是 没得讨价还价的弟兄姐妹 但神对人有要求 人只有顺服 捐从 当一个人知道神的旨意 他所需要的不是祷告 而是立刻采取行动 任何的求情 任何拖延的祷告 都是不顺服的表现 拖延的顺服 等于不顺服 什么是信心 信心就是不问为什么 而是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信仰是违背理性 信心是不问为什么 只要这是神的旨意 他做 你有没有发现经文 没有提到 撒拉 整段经文里面 没有提到他太太 你说这一趟出门 他带着孩子出去 两个仆人 孩子一去就回不来了 你说 他敢告诉他太太吗 难道他告诉撒拉 撒拉 上帝叫我要把以撒险为反击 你说撒拉会怎么样 按着撒拉的性格 之前下甲的事情 闹得这么凶 一定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对不对 你要有孩子死 我死给你看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下场 然后就在那边拉拉扯扯 然后就在那边 靠北靠布 哭爸哭妈 Cry father cry mother 应该是 7 early 8 early Cry father cry mother 七早八早靠北靠布 七早八早靠去查乱 他敢告诉他太太吗 不敢 他隐瞒 他说 我带 以撒 去山上击败 就回来 搞不好出门的时候 谢谢音乐伴奏 可以关了 搞不好出门的时候 撒拉在那边说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回得来吗 回不来 所以为什么 亚伯拉罕做五个动作 清早起来 人还没醒 背上了驴 然后带着两个仆人 跟他的儿子一杀 天未亮 清早 不要人家问太多 搞不好 忙着 撒拉 早上 立刻出门 批好 房地的财 你知道 批财这个动作 为什么不叫 仆人待劳呢 一个家族人 为什么要自己 亲手 做批财的 这一种的劳作 因为他要亲自 执行上帝的吩咐 以免出错 如果是仆人批财 大概 木材的分量 大概只会预备一只羊羔 羊羔有多大 但是一个人也有多大 现在要烧一个人 财的分量一定要够 所以他确保 到达摩利亚地 不会因为找不着木材 找不足木材 而没办法完成 上帝所吩咐的 他预备好 所有的一切 被上女 带着两个仆人儿子 批好房地的财 你会发现 批好房地的财 是在最后才做 为什么最后才做 可能几个原因 第一 要跟孩子诀别 心情很乱 没有注意到做事情的优先次序 本来应该是批好财 然后才背上驴 然后木材放在驴的身上 怎么先背好驴 才来批财 也可能是因为批财 让他太痛苦 因为这个木材待会 就是要烧儿子的木材 因为太痛苦 所以他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做 这个就像创世纪21章14节 他到最后一分钟 才把以食玛利交给夏甲 让夏甲带着以食玛利离开 最后一分钟才交 那各位你说姐妹你说 这个父亲在批财 心情怎么样 怎么样 开心吗 开心吗 有一首歌不是唱 什么 什么 那美竹竹竹香 那他怕财会 我跟你讲不会 一边批财 心一边脚痛 一边流泪 一边破碎 悲痛欲绝 他有的血吗 没有 没的血 接着 四到六节 第四节 第三天 亚伯拉罕举目眺望 远远地 看那地方 从别四巴到摩利亚 那是一条散散的路 走起来非常艰难 我先讲一下 上帝要他去到摩利亚地 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原来在圣经里面 大有含义 摩利亚山 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山 然后 这也是亚伯拉罕献独子 以撒的山 这也是一千年后 所罗门王圣殿的所在 所罗门王圣殿所在 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 这也是两千年后 主耶稣在附近 钉十字架的地方 这里就是现在的 耶路撒冷 圣殿山 原来 这个地方 是预表 将来 上帝也交出 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在这里被钉死 所以上帝先让 亚伯拉罕感受 献独子的痛苦 就像他献上 耶稣成为 世人救赎的痛苦 从别斯巴 到摩利亚 八十公里 这一走就走了三天 八十公里 骑驢走路 八十公里 三天的路程很漫长 你懂吗 弟兄姐妹 对亚伯拉罕来说 过去 他是游牧民族 到什么地方都不觉得漫长 但是这一次 他觉得这三天里面太漫长 你说他有没有想过 我回头算了 我回去算了 不信了 你说他有没有 边走边祷告 神让再给我多几天 他有没有跟神祷告 神让这是你的心意吗 还是我听错 对于我们喜欢听的 我们会说 这是神的旨意 对于我们不喜欢听的 我们说魔鬼 谎言退去 你是撒旦 拦阻我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总是喜欢听 自己喜欢听 上帝要他走三天 因为第三天 这么远的路程 难道他不会变吗 就是因为时间够长 上帝给他去思考 上帝给他去衡量 给他去定夺 给他在上帝 跟独生 爱子之间 做一个抉择 如果我是上帝 我要亚伯拉罕 快快就决定 我会说亚伯拉罕 你立刻把孩子 陷在门口 陷在后面 油中巴 香蕉巴 还是什么巴 比较快嘛 对不对 不 神特地要他走三天 三天 这三天 他不能跟任何人讲 一个人独自感伤 试验的过程 我跟你讲很难挨 长夜漫漫 他终于挨到目的地 第三天 亚伯拉罕举目 眺望 远远地 看那地方 到了 摩利亚地终于到了 该到的 还是要来 你知道 搞不好 这个老父的心情 想多陪孩子走几步 想多陪孩子走几天 但痛苦的时刻 始终来临了 一个慈慕的老人 眺望的眼神 充满着感伤 眼眶放泪 眼睛眺望远方 因为他知道 这个地方 会成为他的伤心地 这个地方会成为 杀儿子的土产 这个地方将成为 他白法人 送黑法人 最大的伤痛 该来的 始终来了 他就吩咐 仆人 你们牵着驴 再次等候 我和孩子 散散 祭拜了 就回来 他不能够让两个仆人 跟他散散 因为他接着要做的事情 是任何人都没办法 接受的残酷的行为 要杀自己的儿子 你说两个仆人 如果在旁边 他拿起刀 要杀儿子 仆人会给吗 不会啊 肯定会阻止啊 所以他想好 每一个步骤 带仆人 坏了大事 叫仆人 你们在这里等 我们上上 上上有一段路 仆人就算听到 仆人就算听到 仆人在山上呐喊 也来不及了 我跟你讲 这个老人 处心极虑 就是要杀自己的孩子 我和孩子 杀杀 祭拜 就回来 也为了不要让孩子产生疑心 好像两个人去拜 就回来 接着第八节 第八节 经文让我觉得 第六节的经文 让我觉得好恐怖 不寒而栗 你看 亚伯拉罕把房记的柴 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却拿着火石和尖刀 两人一同前行 亚伯拉罕把房记的柴 那个是烧一个人分量的木材 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身上拿着什么 火石和尖刀 火石 就是生火 起火的用具 尖刀 是用来宰杀尸体的 我还有更大把的 但是今天拿小把一点 你有没有想过啊 亚伯拉罕为什么把房记的柴 放在以撒身上 你说他老人家吗 不 对他是老人家 但是他可以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不顾一切 他特地把房记的柴 因为木材重 放在以撒身上 压住他身上的重量 就算孩子临时发难要逃跑 也跑不掉 也跑不远 而且他让自己手上拿着刀 你注意看刀是在他手上 如果刀是在以撒身上 我跟你讲 等下献祭的就是他这把老骨头 他想清楚了 你不要忘记 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几岁 亚伯拉罕一百岁生以撒 以撒这个时候几岁 犹太历史学家 告诉我们 以撒这个时候二十五岁 犹太人的传统说 他大概是十四到十八岁 圣经说他是童子 不要以为他童子就是小孩 不是 童子其实是已经到了法定的年龄 十三岁以上的 青少年 犹太传统说十四到十八岁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 二十五岁 我们就 根据历史学家 我们就说二十五岁 好不好 以撒二十五岁 亚伯拉罕一百二十五岁 一个一百二十五岁老人家 跑得过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吗 力气会比他大吗 不会 对他想好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 这个老人家心思精密 一切的精心安排设计 是为了捐从上帝的吩咐和命令 木材压在儿子身上 儿子你先走 倒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跑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 各位听众姐妹 我们为了捐行神的旨意 你付了多少的代价 你有没有想过当神吩咐你 神叫你做一件事 你有没有像亚伯拉罕 愿意精心设计安排 不顾一切 付上所有代价 圣经说 二人一同且行 他陪他儿子 走最难的路程 接着第七节 这个时候 他的独生儿子 他所爱的唯一儿子 以撒对他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爸爸 亚伯拉罕说 我儿儿我在这里 你注意看 以撒呼唤 爸爸 你知道这二十五年来 他听惯了这个呼唤 过去这个孩子叫爸爸 带给他的只有温馨 只有喜乐 但是现在这个孩子 叫他爸爸 带来的是嘴心的痛 搞不好他这个时候 想起以撒第一次 牙牙学语 第一次叫他爸爸 他搞不好 开心得不得了 他说沙拉沙拉 你看孩子叫我爸爸 但是现在这一生 爸爸叫得他心酸 勾起了内心 无名的伤痛 爸爸 亚伯拉罕说 我儿 他知道再过一下子 他可能听不见 这个爸爸的声音 可能只会听到 以撒的惨叫声 孩子问 爸爸 我儿 我在这里 你可以想象 亚伯拉罕这个时候 他的回忆应该是 低着头 吹着头 强忍着眼泪 以撒说 请看 火跟财都有了 但房间的羊羔 在哪里呢 因为以撒听见 亚伯拉罕跟仆人讲 他们上去祭拜一下 就回来了 祭拜需要羊羔 羔羔在哪里呢 以撒问中要害 现在还没有走到山上 还在帮路 如果要不然他说 孩子 羊羔就是你 我跟你讲接下来 这个老父亲就是一脚给孩子 踢下山了 他应该怎么讲呢 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孩子 上帝逼自己预备做房积的羊羔 你说他讲偏话吗 也不是 上帝逼自己预备 预备谁啊 就是你 他隐瞒 他说上帝会自己预备 你知道 当亚伯拉罕说 上帝逼自己预备房积的羊羔 我们可以说 这个可能是信心的宣告 他说我深信上帝会预备 信心的宣告 也或许这是预言 因为过后我们知道 突然间有一只羊羔出现在身边 马上现为房积了 对不对 也可能是预言 也可能是 他的一个盼望 他盼望 他希望上帝会预备房积的羊羔 或者他说 这是他的祷告 我求上帝预备做房积的羊羔 无论如何 以撒没有追问下去 两父子就保持沉默 两个人一同前行 我们可以想象以撒这一段话 这个问题 天真无邪的问题 刺痛了为父的心 两个人一同前行 摩利亚桑 弥漫着一股 令人不寒而立的寂静 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违背理性 接受荒谬的神子 各位弟兄姐妹 年老的父亲 带着沉重的心情 每一步 都费力 费神 痛心 孩子的问题 就像一个大锤 击中他的心 他能够反悔吗 他能够突然间跟孩子说 孩子我们回吧 不能 他只有宣服 他只有捐行 他没得回头 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违背理性 接受荒谬的神子 这个荒谬是在人眼中看来 是根本是一件荒谬的事 但是这是神的旨意 你只有照着做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常说 亚伯拉罕信心自负 好伟大 你看看他信以撒 如果要你经过这个事情 才成为伟大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第九节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 租了一座堂 摆好木材 将那儿子以撒捆绑好了 放在祭坛的柴上 这里我们看到父子二人抵达目的地 亚伯拉罕接着就做五件事情 第一 他先祝堂 以前建立祭坛 是为了敬拜神 这一次是要在祭坛上亲手杀死儿子 然后他把木材摆好 捡备烧死他心爱的毒子 然后他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把以撒的手脚捆绑起来 他把绑好的以撒 放在坛的柴上 然后他伸手拿刀 准备杀儿子 这是第十节的经文 你说在建筑祭坛 摆放木材的过程 这个儿子有没有帮忙 一定有 儿子一开始不知道什么事 一百二十五岁的老人 跟孩子一同完成 搞不好 他住基坛 他跟孩子一起坐 然后手上拿着刀 孩子你木材放一下 放一下 你知道 有一个故事说 华盛顿小时候 不是砍倒他父亲的樱桃树吗 对不对 然后他父亲有没有惩罚他 他跟爸爸讲 他手上拿着斧头 爸 樱桃树是我砍的 爸爸说 孩子 孩子 你好乖 你先把斧头放下 你好乖 你好诚实 孩子 孩子手上拿着斧头 要不然他手上拿着刀 祝他 把菜摆好 到最后他捆绑以撒 以撒才明白 原来反击就是他 你说这个做儿子的 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他不逃啊 25岁 就算老爸要追他 追不到的 他只要推开父亲 就可以跑走了 为什么他不逃啊 我们来看一下 约瑟夫怎么说 这个是犹太历史学家 约瑟夫 在他的书里面 他根据古代传统的对白录 他撞写了下来 他说 阿伯拉罕跟以撒说 我儿 我曾向神 倾土了许多的祷告 才有了你做我的儿子 你是我最大的喜乐 眼看着你长大 盼望你在我离世之后 承续我所有的家业 但是 神的旨意使我成为你的父亲 现在 神的旨意要我 把你 作为凡计 才信给他 你看 以撒怎么说 以撒说 一个本来不配 生在世上的人 即使出于他父亲的命令 也不该 不宣服 不宣崇 现在如果不宣崇 神和父亲的旨意 更不应当了 于是 以撒 立即甘心就办 陷在 祭坛上 犹太人的传统说 以撒不但 甘心乐意被办 被杀 被献为反击 他还鼓励他父亲 说父亲 不要犹豫 按上帝的吩咐 把我杀死吧 以撒 出于 对父亲的信赖 对神的信靠 顺服 沉浸 交出 自己的身体 以撒的一生 好像 如果你看 以撒的生平 好像没有什么建树 没有什么大事件 没有什么大功劳 我们只知道他挖了几口井 对不对 但是唯有这一件事情 他顺服父亲 献上自己 他顺从父义 这是他生命中的代表作 好像他就是为此而生 为此事而权在 为了献祭而活 难怪 上帝说 他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因着以撒这件事情 让他名垂千古 经书留名 就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 然后圣经说 表演一下 然后 亚伯拉罕取尖刀在手 举起 应该是这样 举起 对准孩子 各位弟兄姐妹 要不要找一个人来 来抬一下 这样讲而已 王爷不小心失手 完了 亚伯拉罕取起尖刀 对准孩子 以撒 闭上了眼睛 要不要 他流着泪 拿着尖刀 对准孩子 你知道 这一幕啊 杀儿子 让人感到心寒啊 他举刀 他下定决心 要把孩子给刺死 你说这个父亲 他心不痛吗 痛 但是这是神要的祭物 他能不能跟神针 不能 闪吃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刀刃高高举起 在城关中 闪闪发亮 当这个时候 神不容许他落下 后来的故事 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是个闹剧 是个戏剧化的改变 但是各位律师姐妹 当我们回看之前 要不拉罕知道吗 不懂 他以为上帝是来真的 他也准备来真的 他根本不知道神会阻止他 他根本都不知道 这是一场的考验 他不知道 这一次 耶和华的死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要不拉罕 要不拉罕 如果他说 不要阻止我 上帝叫我献以撒 你这个魔鬼的声音 我不可能听错 然后一刀下去 完了没了 还好 他说什么 我在这里 没错 这一段经文 他说了三次 我在这里 三次 第一次 三弟呼唤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神就跟他讲 你去献以撒 第二次 跟以撒一同三三 以撒呼唤爸爸 他说 儿子 我在这里 第二次 是因为要献以撒 感觉到痛苦 第三次 天使呼唤 他回应 我在这里 和合本圣经 看不到 原文圣经 稍微翻译 有这个意思 三次回应 我在这里 不同的际遇 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结局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儿 而还童子 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 将你的儿子 这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这个死者是谁 留下不给他 那是耶稣基督 第二位格的神 在这里显现 因为你没有 留下的独子 不给我 各位弟兄姐妹 摩利亚伤 就是以后的 哥哥他伤 这里 摩利亚伤 亚伯拉罕的 独生爱子 背着财 伤摩利亚伤 耶稣基督 神的独生爱子 背着十字架 夹掠伤 这里 以撒跟耶稣基督 都是顺服之士 他们都成为祭物 以撒仿佛从死里复活 没有死 但是死里逃生 反复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是直接从死里复活 亚伯拉罕 经历上子之痛 那几天里面 上天 真的是经历上子之痛 但是父神经历 真正的上子之痛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原来是影子 耶稣基督是实体 各位弟兄姐妹 原来上帝叫亚伯拉罕 信以撒 是预表将来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亚伯拉罕所经历的 正是上帝所经历的 而上帝为什么要 亚伯拉罕经历这些 因为要他在爱神 跟爱儿子之间 做一个抉择 上帝难道不知道 亚伯拉罕爱他吗 知道 上帝查验人心 查验万事 问题是 亚伯拉罕不知道 这个考验是 上帝要亚伯拉罕 用行为来证明 他对上帝的心 忠诚度 顺服度 爱神度 亚伯拉罕用行动 证明他爱神 听命于神 安排所有的行程 安排所有的东西 为了将儿子 献为凡计 亚伯拉罕为什么会献 这个是希伯来书 对不起 不是创世纪 希伯来书的经文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誓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他以为 神还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 他又仿佛从 死中得回他儿子来 原来亚伯拉罕 根据希伯来书 作者的诠释 亚伯拉罕是第一个 相信以撒就算死了 会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为什么 称为信心之父 在所有人还没相信 死里复活这一回事 他相信 在所有的人 没有办法为了爱神 献上独生爱子 他做到 在所有人没有办法 一百八千忠诚于神 爱神 顺服神 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 他做到 所以他被称为 信心之父 无愧 无愧于这个称呼 亚伯拉罕的事情 告诉我们 神爱人 爱到一个妒忌的地步 不容许任何人事物 取代他的位置 各位听说姐妹 你爱什么 你爱什么 你爱到什么地步 在你心目中 有没有一些人 有没有一些事 名利 地位 财富 金钱 还是有没有一些东西 取代了神 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为了爱神 你愿不愿意放下生命的主权 最后 中达比 约翰达密说 信心最大的考验 不是我们给神多少 而是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 原来爱神 信心的考验 不是你给多少 而是你为自己保留多少 他说 愿神使我们成为无有 好使主耶稣 成为我们的一切 我们来唱一首 听一首歌 以内尼 我祝福到祷 我愿意放下心中 也恨化我的主啊 求你是我放下心中 放下心中所爱 也恨化我的主啊 求您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己 无怨无悔又不会痛 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迪 无怨无悔我在这里 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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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我 才我 我在这里 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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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我 才我 以内地 以内地 西伯来文 我在这里 好不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让这首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 祝您使我打碎心中 受响 也何况我的主啊 求您使我打碎心中心中消 直到我在清白中 献上知己为己 无怨无悔 永不回头 直到我在其看那里 合照命定 无怨无悔 我在这里 以美丽 以美丽 上我在我 我在这里 告诉神说 神啊 以美丽 我在这里 以美丽 以美丽 上我在我 以美丽 直到我在清白中 献上知己为己 无怨无悔 永不回头 直到我在其看那里 合照命定 无怨无悔 我在这里 以美丽 以美丽 上我在我 我在这里 主啊 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主啊 搅动我们的心 搅动我们的灵 让我们向祢唯一说 神啊 我在这里 让给祢燃烧我们心中的偶像 打碎我们心里的偶像 为了祢燃烧 我在这里 为了不曾被安慰的冰魂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以美丽 以美丽 我在这里 以美丽 以美丽 为了我 我在这里 那我们有一点信上自己在礼儀坛上 从此之后再没有了自己 什么彩虹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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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在祢面前的祈祷 什么彩虹 我们在这里 祈祷 祈祷 成为我们爾夫 祈祷 祈枯 ac 祈荣 在 열� 祈祷 疏 わ来 ho 我在这里 祈祷 你 我在这里 祢叫我 我在这里 为了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 以内地 我在这里 以内地 让我们平行心 领受祝福 愿天父上帝赐给你们 除了意外的平安 保佑你们的心 像亚伯拉罕一样 永远幸福 敬爱上帝 和上帝的圣子 我主耶稣基督 有愿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主 藏在你们众人中间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养母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